弟兄姊妹们主妹平安 请大家先翻到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不息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有骨圈在此有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那我们先简短的祷告一下 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 感谢你主啊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今天上午 圣灵与我们同在 在灵里是没有距离的 虽然我们不能在线下实体聚会 但是你现在就跟 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一起 今天上午 请你恩高我的口舌 让我的口舌成为你手中的利剑 斩断一切的拦阻 让这个道能够说到 弟兄姊妹们的心中去 奉你的名求 阿们 那 自早年 领受心腹启示以来呢 我就 我个人就一直在不停的实践 做一名心腹 一直在不断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忍耐人生中的各种试炼 那我与主的关系呢 也就 也在不断的晋升 今天站在这里 我感觉很有福 因为 我知道我自己很亲密的认识主耶稣 很熟悉 祂是怎么对我的 我很清楚 祂知道我的一切 好的 坏的 祂都知道 但是祂神爱着我 那大家对 基督是教会全体的属灵新郎 应该都有了解 都知道圣经上是这么说的 可能 但是这个 对这个认识 可能有时候大家对他的理解是停留在概念上 或者说理论上的 其实啊 基督不单是教会全体的属灵新郎 他也是我们信徒个人的属灵新郎 我们不仅 我们对这个 就是基督对基督是教会的属灵新郎 他这个道理我们还是要 我们不单是就是说 仅停留在大脑上的理解 我们还把还应该把它应用到个人的信仰生活中去 那么 只有在我们的个人信仰中 与基督亲近 与他同行 与他相交 与他同杯 十字架 那这个道理才能硬到我们里面去 这样我们才会对这个道理有确信 而且不但如此 这个道理会成为我们对教会的一种负担 大家都知道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 这个基督信仰 里面包括了 就是圣经里面写了 神是如何造的人 人是如何堕落的 那神子又是如何成为人子 背负了十字架 替我们赎罪 后来又复活升天 那么我们知道他末世和我在灵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一切 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一切的意义 都是为了人 能成为一名荣耀的 配得上神子的心妇 一起在天上妇的家里 与他永远同住 那接下来呢 我想念一下 一段摘自末后的夏娃 第二章神圣的联合的一段话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则婚姻是在 是神在一段缘中创造的 神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于是神使那人沉睡 从他的肋旁取下一条肋骨 又用索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与此对应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 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我们信徒就是借着这血和水 称影成圣的 基督教会就此从基督的肋旁诞生 若基督是末后的亚当 那么教会就是末后的夏娃 按着其生不可测的智慧 当父神从那首先的亚当的肋旁 造出首先的夏娃时 他就一定准日后也要从那 末后的亚当的肋旁 造出末后的夏娃 既然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经上讲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同样 教会是从基督身上取出来的 那么他也要离开血肉之体 与基督联合 与主成为一灵 使徒保罗称这为极大的奥秘 弟兄姊妹们 谁会想到呢 当亚当看到夏娃的第一眼 惊讶地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有一天我们人会成为基督的骨 基督的肉 所以说我们的人类史 其实就是一部由神亲手书写的 壮丽的爱情故事 我们看到圣经中 耶和华常常是以丈夫对妻子的口吻 向他子民说话的 事实上圣经呢 是一则婚姻为开端的 亚当和夏娃的婚姻 又是一则婚姻为结尾的 羔羊与心腹的婚姻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人如何能与圣洁的神联合呢 答案是 我们必须先被他的圣洁所同化 这其实就是成圣 当我们的罪被羔羊的宝血所涂抹 我们从不洁净 变成了洁净 但神不单单是洁净的 祂是圣的 圣洁的神 只能与圣洁的心腹良和 圣洁的神 只能与圣洁的我们居住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写道 基督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然后他才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然后我们每个人成圣的程度 决定了他能与神享有多大程度的亲密与合一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写道 神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么接下来啊 我想介绍一下与成圣相关的教义的发展历史 那同样我想从末后的夏娃第四章 顺服教会全民里面的一段话 来介绍 用里面的摘录出来的一段话来介绍 教会中心或所谓的主教辖区 在使徒时代开始形成 主的兄弟雅各是耶路撒冷的首位主教 彼得是安提阿的首位主教 保罗和彼得是罗马的首位联合主教 福音作者马可是亚历山大的首位主教 此外在军事坦丁一世和里希尼语 公元313年颁发米兰设令前 教会在成立后的头三百年间 遭受了极大的逼迫 包括来自犹太人的 异教徒的 以及最为严酷的极权主义 罗马帝国的逼迫 从没收财产到流放 到监禁到死刑 或避于刀剑 或着于考架 或逢于柴堆 或死于猛兽 无数基督徒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 最终殉荡 不管男女老少 在同一时期 对内教会还要与猖獗的异端作斗争 对外又要抵制异教信仰 希腊哲学的迷惑 就是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下和动荡时期 教会实施采用了使徒统训 以确保正统的教训能够传至后代 同时主兴起了一批属灵领袖作为教会中的一股稳定力量 给信徒带来智慧和刚强 这些人行事为人公义 圣洁 对异端极度奋物警惕毫不妥协 并且随时准备好了为基督殉道 渐渐的 这些人的属灵权柄 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 他们也承担起主教等升职 到了基督信仰为罗马帝国所接受时 教会已基本清除了假信徒假教训 正典也确认了 信经也制定了 神学理论也建立了 是传播扩散的时候了 可以想象 一手握着官方批准 一手握着帝国兽女的权力与资源 当时新获自由和恩待的教会 会使用多么迫切 多么雄心勃勃的要稳固自己 在帝国中的根基与地位 热切寻求最大限度的传播基督信仰 这种极度兴奋在当时可以说是掩盖了 并且致使教会忽略了一些与帝国联姻的负担效应 比如说帝国插手教会事务 比如信徒个人内心的确信 击对基督的热衷被教权帝国双管齐下 强制实施的法条式组织性宗教所代替 比如懈怠腐败伴随着权力与威望的到来 悄然在神职人员中心中间滋生等等 这些在后来被证实都是教会始料未及 措手不齐的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一千两百年里 教会还是安然度过了历史的朝长朝夕 借着主的恩典和他的照管基督信仰 从一个圣地发源的受逼迫的小教派 一跃发展成了全欧洲的官邸宗教 甚受各国首脑的敬重与顺服 然而上述列举的问题还是逐渐轻害到了教会 最后以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的到来而告终 或许可以说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关键潜在原因是 一些神职人员继承了教会中的圣职 及圣职所附带的权力 却未能达到他们前任 即上人所说的 从逼迫之火历练出来的早期教会属灵领袖 那样的品行标准 教会呢最早是从罗马天主教开始的 这个罗马天主教英文叫做Roman Catholic Church 这个英文字Catholic现在翻译成天主教 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是兼收并蓄包罗万象 即包含了所有信耶稣的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罗马天主教啊 或者新教 它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教会全体的意思 那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早期教会就可以了 那从刚才读的这一段话里面 我们也看到早期信徒 有很多早期信徒会真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包括生命的代价 早期教父 英文叫做Church Fathers 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 有着巨大的贡献 都值得我们的感激和敬重 虽然教会在成立的头三百年里 受到了血腥的镇压 但是这个血腥镇压 不但没有使基督教消亡 反而使他更加兴旺 正是应验了那一句老话 殉道者的血 是福音的种子 可是啊 弟兄姊妹们 你们知道吗 有时候呢 敌人打不过你 他就会想跟你联姻 是否从内部来败坏你 从圣经中我们看到 摩押王巴勒请巴兰来诅咒以色列人 几次都诅咒不了 都变成了祝福 因为那名是蒙福的 于是呢 可办 他就叫摩押女子来与以色列的百姓 行影 叫百姓一同拜他们的神 结果耶和华怒气发作 呆迁死的人有多少 两万四千人 那么同样 三百年的血腥镇压 没有使基督教消亡 可是呢 在基督教受到罗马帝国的接受 恩待后 发生了什么 从阅读教会历史 我们可以看出 一代一代的教宗 主教们越来越沉迷 越来越沉迷于在这个 暂时的世界的权力和地位 对外 他们与皇权 进行政治上的较量 这在十一世纪 教宗格列高丽七世时 达到巅峰 这个格列高丽相当厉害 他能使亨利四世光的脚站在冰天雪地 在门外等候他 对内呢 他寻求保持对信徒的绝对话语权 控制权 对持意见者 意见就是持不同意见的信徒 进行绞杀 大家应该听过宗教裁判所 这个宗教裁判所所绞杀的里面 确实也有真正的异端 但也有很多 其实是真正爱主的基督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当时的瓦勒杜牌 那所以发展到后期呢 腐败腐败在神职人员中间 滋生就很严重了 教义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 其中对信徒影响最大的 这个是他的圣事 及圣职的宗教体系 什么是圣事 圣事就是洗礼监信礼圣餐 神职受任礼 也就是按礼 忏悔礼 病者屠游 婚礼 这七个圣事 圣职讲的是什么 圣职就是他认为 圣职人员是神与人之间 相交的必要媒介 就是信徒与神相交 一定要通过他们来 那信徒 他当时 他的道理 他当时所传授的道理是 信徒领受神的恩典 需要通过圣事 且一定要由 神职人员来派发 信徒所得救所需的行为 就是要严格遵循 当时的这种既定的宗教体系 可是这一切不免将信徒 引向的是什么 死刑 再加上圣经在当时还不普及 且只有拉丁文 所以呢 普通信徒无法通过自己阅读圣经 来理解真理 去查验真理 那在十六世纪 由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的 主要成就就在哪呢 他以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的道理 将信徒从这种人为的宗教体系的进步中 解放出来 成名了恩典 是信徒凭信心 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不应行为 我们是因信成义 如此呢 宗教改革就为广大幸福 迎回了一个叫什么 普遍祭司之分 英文叫做Universal Priesthood 这就是教会向着笔钱 二章九千规正 上面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果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确实 弟兄姊妹们 殿里的曼子 已经从上到下 变为了两半 这曼子就是耶稣的身体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 又新又火的路 我们可以从曼子经过 靠他的宝雪 坦然进入至圣所 我们与天父之间不再有阻隔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亲近他 大家都知道 耶稣基督成为了 麦基喜德等次下的大祭司 这个所谓的麦基喜德呢 他是新约下灵里面的一个祭司等次 所有通过在基督里重生 获得普遍祭司职份的信徒 都加入了这个等次 在这个等次相比亚伦的等次里面 就亚伦和他的儿子 可以任祭司亲近身 在麦基喜德等次下面 所有信徒都可以凭 普遍祭司职份亲近身 并一起在灵里面成为了一个 什么 祭司的国度 真的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 今天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我就无法亲近基督 我就无法亲近我的天父 我就无法亲近圣灵 同样 在宗教改革期间 很多人为真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包括神明的代价 耶稣说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比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但是啊 弟兄姊妹们 你们知道吗 当世界的灵 住着在教会里面 也就是说 教会里面 有些人 他贪图权力地位的时候 那么在教会里面 他们就会逼迫 真正爱主 跟随主的人 可是啊 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吗 有时候敌人 他阻挡不了 灰阵的势头 他又会再推一把 借势再推一把 把道理 把道理 推到另一头 那再强调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以竭力博斥 当时罗马天主教 所主导的 顺势 甚至宗教体系的同时呢 有时候 行为的必要性 也被否决了 或者至少说是忽略了 那宗教改革后 五百年后的今天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有听说过 成功神学吧 就是说 你可以高举信心 高举到 说这样的道理 只要你有信心 你求什么神 都会给你的 那其实这实质 是把信心 放在我们自己的信心上 不是放在基督那里 其实这是对信心 那种理解的扭曲 还有 大家应该听过 恩典福音 是吧 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 恩高举 恩典的一个产物 就是 他说 他所倡导的是 现在是恩典时代 赤裸裸的犯罪 也不会有问题的 晚点忏悔就好了 其实这是曲解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把恩典当作了犯罪的牌照 这两个 其实都是 高举信心 高举恩典的一个产物 当然我们不能 没有信心 没有恩典 但是高举 就不可以 那其实 怎么说呢 这两个 还不是最 最大的威胁 因为 稍微有点生命的 信徒都可以知道 这种福音 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其实 对教会来讲 更大的威胁是什么吗 比上述更微妙 更普遍的问题是 信徒信得道 倒是正统的 但却存在 懈怠的问题 英文叫做 complacency 就是说 你 潜意识里面 是这种状态 我已经相信耶稣 已经得 已经 因信诚意得救了 但我还不完全啊 肉体犯罪 肉体软弱犯罪 也是难免的 一切靠神的恩典 相信 他会失 让我变成一个 更好的基督徒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 是吧 可是呢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过去了 你的生命 还停留在 时代的 阴海的阶段 那么 信徒中间 有追求的一点了呢 他们希望通过 多学习一些 神学理论知识 多看一些灵修书籍 多祷告 多到教会服事 多花点时间 浸泡在神童在里 多吹求圣灵的恩赐 启示意向等等 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营修 可是呢 效果不怎么好 就像 庭后三章七节里面说的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 真理 真道 终究不能明白 真道 有时候啊 生命没有成长起来 老我却膨胀起来了 变得骄傲 自意 嫉妒 相互攀离 等等啊 那这一切 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在什么 它根本原因在于 不了解成圣的原理 主在十八世纪 兴起了约翰 魏斯林 由其领导的寻道运动 提升了信徒 对成圣的重视 并突出了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但是其对于成圣的恩典的管道 的理解呢 还是有待补充 有待完整的 那么接下来 我想着重地讲一下 到底什么是成圣 何为成圣 神 其实在旧约里面 帮我们绘制了一副 壮观的示意图 来帮助我们理解 自己在基督里面的 属灵旅程 我们一般没有意义啊 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得解放 象征着人借着十字架的大能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 然而我们读圣经也知道 这只是一个旅程的开端 是不是啊 这以色列人他还要朝着应许之地进发 对不对 那这个应许之地 在我们今天来讲 代表了什么呢 还记得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缝 我就是你的缝 是你的产业 就是说亚伦等次下 祭司是没有产业的 那刚刚讲了 对亚伦的等次 我们今天是麦基喜的等次 我们是麦基喜的等次下的普遍祭司之分 那么既然亚伦的等次下是没有产业的 那么今天我们是普遍祭司之分 那所对应的是什么 没有产业 但是说神我就是你的份物 你的产业 那么今天其实神要说的是 我要把我自己赐给你们 所以乃于密的迦南应许之地 其实代表的是神自己 因此从埃及的奴役中得解放 到完全得迦南地为业 象征着我们从重生 到完全得着基督在我们里面 完全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成圣之旅 那么问题又来了 我们阅读圣经看到 十一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 而且一整代的以色列人 根本没有进入阴水之地 都死在了旷野 那么对应今天来讲 它代表了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在信仰旅程中 半途而废的人 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自己 因信称义得救了 他就无所谓了 因而他虽然因信称义得救了 却不怎么认识神 与他很深属 到了天上的赏赐 也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啊 一直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尽到完全 基督道理的开端 就是西伯来六章一节上面讲的 奥会死刑 信靠神各样洗礼 按守治理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的教训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隐形成义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 尽到完全 这个竭力意思就是 成圣 尽到完全 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 不能消极 是要去追求的 耶稣说 饥渴 穆义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宝足 提前六章十一节提后 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 要追求 公义 那么可能 有些弟兄姊妹们 会问 既然已经成义了 为什么还要 饥渴穆义呢 为什么还要追求公义呢 我 比较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 我之前讲过 今天再讲一遍 就是说 因性成义就好比 神透过一面 神子的义的滤镜 来看每一位 悔改的罪人 来有意忽略 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应信耶稣 得算 算为义 那 成圣呢 他针对的是 这个预警后面的实体 就是我们的 真实的属灵光景 为的是我们能够 通过积极追求公义 可以切切 实实地达到 完全公义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 对基督教 威胁最大的这个 懈怠问题是什么呢 懈怠就是满足于 归算给我们的 基督的义 却没有去追求 实实在在的 达到完全公义 那么其结果是什么 我们领受了 儿子名分的灵 却没有活出 儿子的样子 没有长出 神儿子的模样 我们自称会基督徒 却还是活得 跟外邦人一样 或者有时候 跟外邦人的不容 其实啊 就是圣经里面 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虚辅 falsehood 有名无实 罗马书邦章29节 说我们要效仿 他儿子的模样 他就是什么 是他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我们经常听到 大家说 耶稣 耶稣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的意思 他其实是一个 耶稣 他所指的其实是说 耶稣他是我们先去 他是我们开拓者 他在灵里面开拓了 占领了一片新大陆 那么我们在现实中啊 这个我们现实中 我们可以看到 做先驱 做开拓者的意思吗 就是一个人开 开辟林 占领了一片新大陆之后 后人能跟随他的步伐 跟他一起同占 这片领地啊 那 现在我们的误区在哪里呢 我们心里想 耶稣帮我们占领了 我们自己就不用过去了 我们自己就不用过去占领了 耶稣帮我们得胜了 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得胜了 弟兄姊妹们 这其实才是当代最大的替代神学 我们可能有听过替代神学啊 就是说 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讲替代神学呢 他主要是说 教会取代了以色列 神与以色列 他的这个应许都变成了现在教会的应许 但是这个比那个替代神学 还要替代神学 可是圣经里面明明讲了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 石上写着 心灵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色上涂抹他的名 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证管辖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网器打个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不必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成的名 这成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最后 我要将生命全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我得胜的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所以啊 做得胜者 做得胜者的意思 其实是我们真正的征战过了 并且胜出了 这个叫做得胜者 而不是说名义上的得胜者 更不是说否定得胜的必要 启示录十二章十到十一节上面说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活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拴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 他是谁 他是魔鬼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就是说我们要胜过魔鬼 要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羔羊的血 羔羊的血就是十字架 这羔羊的血 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 那我们只要相信 他帮我们背负了十字架 帮我们流了羔羊的血 我们就因性成语 那如果凭行为呢 他就会 这个凭行为的话 这个行为就是死刑 那这个是羔羊的血 那么自己所见证的道呢 自己所见证的道 就是在生活中 切切实实的 按耶稣的话语去行 也就是行道 我们是靠神人协作来成圣的 那后面我会具体讲 怎么个神人协作法 如果我们要靠神人协作来成圣 如果指望神承担我们自己该做的 会发生什么 没有行为 造成我们没有行为 所以因性成语 但不是因性成圣啊 我们是因性成语 但是靠神人协作来成圣 不然的话 我们会没有行为 那雅各书二章十七节的二十节里面写了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魔鬼也信 却是占尽 虚伏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耶稣在圣经里面称魔鬼是说谎的 是说谎之人的父 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 一个禁锢了信徒已经很久了的一个弥天大谎是什么 把活行说成死刑 什么是活行 活行就是遵行耶稣的话语 这个叫做活行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到五十节说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事件 乃是要拯救事件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就是说遵行耶稣的话语 也就是所谓的行道 他是通往永永生的 他怎么会是死刑呢 他是活刑 反过来圣经倒是告诉我们 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真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风筝 异端 忌恨 醉酒 荒烟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更重要的是 弟兄姊妹们 仔细听了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是这么说的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但是 敌人的谎言是什么 敌人的谎言是 你们既然已经诚意得救了 肉体软弱犯罪是难免的 顺从肉体活着 不会有事的 圣经是说 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但是他告诉你 顺从肉体活着 不会有事的 你要是贫 然后他还说 你要是凭自己的力量 去安神的话语去行 就是死行 是自义 不服基督的义 然后你一想 按那个神 这个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听到一种控告声 有一种定罪感 其实那不是来自上帝的 那是来自魔鬼的 它是 魔鬼是颠倒黑白 偷梁换柱 实质是什么呢 他给信徒一个假标准 一个与圣经真理不符的假标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就相当于给你套上的一个珠笼 跟你身体差不多大 比你身体可能稍微大一点点的一个珠笼 按照你身体形状做的一个珠笼 这个珠笼呢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假标准 你一旦想突破这个珠笼 想按神的话去行 他们 你不符基督的意 那他这个珠笼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遏制你生命的成长 是让你永远停留在阴海的阶段 为什么 因为末世震动来的时候 你是一个手不腹肌之力的阴海 你下次就跌倒了 这也是立了根基 却不让房子盖上去 你一旦想再盖上去的时候 他就控告你是否认根基 根基是什么 就是音讯称义 圣经上讲啊 加拉太书的有章十七节 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 罗马书八章七节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 因为不符神的律法 就是说我们在肉体 和神公义的命令之间 要二选一 非此即彼 怎么选 行使自由意志 如果我们选择顺从肉体 就像圣经说的 必要死 选择顺从神的话语 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听在十字架上的话 必要活着 所以遵行神的话语是 通往永生的活行 当然 我们肉体软弱 犯罪是难免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 可是啊 这个主观上 就是我们主观上 不能无所谓 犯罪犯罪也就是难免的 我们主观上 应该是积极的悔改 致死这身体的恶行 而不是无所谓 这样一年过去 两年过去 三年过去 十年过去 很多人 光引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说 罪不 上面说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是在恩典之下 这样的人往往是不联系上下文的 那我们就把 来我们把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一起来念一下 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看一下这上下文是什么 从第十二节开始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 做王使你们顺从生死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 做无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所以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了吗 断不可 断呼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致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致成义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成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 不法做奴仆 以致于不法 现今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 做奴仆 以致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 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然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匠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解释一下 首先的亚当 受造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活人 或执意为一个有生命的魂 英文叫做A living soul 有着似神形象 样式的意志情感思想 但那个魂呢 在堕落中遭到了破坏削弱 变得很容易顺从肉体的情欲 既附着在了身体上的罪性 还记得当时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若行得好起不蒙 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蒙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可是一代一代的人都没有制服他 而顺从了肉体的情欲 也就是罪性 不断犯罪 既得罪神 也得罪彼此 但感谢神 神子出灵时成为了罪身的形状 有着同我们一样 带着罪性的肉身 但却没有犯罪 既然如此 如果说神子就是胜过了肉体的神子的灵 确实住在我们心里 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得着了 微算给我们的基督的义 而且在基督里我们还被赐予了恩典 可以不再随从肉体既罪性去行 还像以前那样 反而可以随从圣灵既照神的义居行 以至于成圣 陌后的亚当成了一个叫人活的灵 英文叫做a life giving spirit 重生时圣灵住进我们心里 与我们属灵人成为一灵 接着成圣就开始了 成圣的进度取决于我们是否不断的 有意识的将我们的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而非献给罪 在一切圣灵所安排 即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的生活境遇里 行使自由意志时总是选择神公义的命令 也就是圣灵的话语或圣经的话语或圣灵感动的话语去行 而非选择顺从肉体的邪情私欲 每次呢当我们在一个境遇里 愿意并且下决心去抗拒一个领域的肉体的情欲 圣灵都会做出回应 使我们有力量去抵倒 并最终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 从而在某个程度上 在那个领域致死救人及救人的罪性 渐渐的 所以我们脱去越来越多的救人及救人的罪性相应的呢 我们会穿上越来越多的新人 即循序渐进 长成基督形象及身良的树林人 相应 相应的啊 那么 基督本是神的形象 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有份于神的性情 越来越成圣 从而 也就是说 神的恩典 是用来帮我们得胜用的 不是用来给我们犯罪用的 我们 我们生命中得胜的越多 就说明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越多 恩上加恩 这才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的 真正的意思 而不是连保罗也否定了 都可以人在 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意思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 凡数 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思域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你数不数 耶稣基督 数 基督耶稣的话 就把你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思域同定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们 虽然我们自称为基督徒 但当我们顺着肉体去行的话 我们就跟外方人没有区别 外方人呢 是没有圣灵的内住 得不到什么恩典 但我们呢 有时候是有圣灵的内住 却选择不去用神的恩典 到头来 你以为自己是活在恩典之下 其实是活在罪中 那么今天道理可以放在这里 你是要选择迎合你的私欲的道理 还是选择真理 你还是有自由意志 可以选择 那么我的祷告是 如果你感到扎心 就说明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工作了 那么请你 不要心盈 我希望你不要心盈 要悔改 我们对神要怀有敬畏之心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为什么成圣是神人协作的 这个在之前的讲道中讲过 我今天再讲一遍呢 就是饶恕啊 这一点是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要做的一个功课 那么我就用 今天就用饶恕 来讲明这个成圣的原理啊 我们成圣都是要有依据的 依据就是神的话语 那么在饶恕这一点上面呢 神的话语是马太福音 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那么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被其他弟兄姊妹或者外邦人得罪过 那么得罪之后啊 你的肉体就会开始征战 和那个神的话语命令就会开始征战 你肉体呢 会一个劲地告诉你 你要记恨他 你要乱断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 但是神的话语是什么 你要饶恕 你要饶恕 饶恕你的弟兄 饶恕你的姊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行使自由意志来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选择了饶恕 那圣灵他就会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有这个饶恕的力量 我们可能刚开始很难 但是我们有这个意志去饶恕 不管怎么样都要饶恕 他就会加给我们力量 然后一个劲地去抵挡这种念头 那么渐渐地这块肉体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这块肉体死了之后 它会流出一个空缺来 这个空缺干什么用的 它这个空缺就是我们属灵人成长的空间 你没有 你肉体不死 你的肉体不被钉死的话 你的属灵人是没有成长空间的 那么当我们在这个饶恕的领域得罪之后 圣灵又会安排我们经历 生活的另一个境遇 然后继续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我觉得我们的灵修需要去宗教化 我们光看圣经灵修书籍 光祷告光泡在神童在里 光求启示异象光在教会服侍是不够的 因为这些呢都脱离了实际生活 神不在我们信耶稣得救之后 就把我们提上天堂的原因是 祂希望我们能够利用地上的生活 长大成人 实时 这是这个利用地上的人生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经历生活 让生活中的各种境遇暴露出我们里面的罪性 私欲 继而使我们可有机会将它定十字架 不是说我们做的这些很宗教化的东西 不是说不对啊 这些都是有益处的 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信仰生活 与实际生活脱离开来 那刚才是说 我们要是选择神公义的命令 我们就会把这块肉体定在十字架上 那我们就会定在十字架上之后呢 我们熟练就会有成长的空间 反而如果 但如果我们选择私欲呢 我们选择私欲去 一个劲的记恨和论断那位弟兄或那位姊妹呢 会怎么样 你会觉得 就是当时这种情况好像会过去了 但是过不了多久 同样的情况又会出现 就是说你这个人得罪你之后 你很觉得很恼怒 然后记恨他 去论断他 过不了多久 你又会受到其他人的等罪 同样的情况 不同的人 不同的场景 你会觉得似曾相识 然后你每一次都去选择私欲的时候 私欲的话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苦毒 这个就是跟打游戏机升级 小时候打小霸王 超级玛利奥这些 我们从第一层开始打是吧 然后呢 然后第二升到第二 第二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 那么我如果升到了第三关 打个比方说 啊这个好厉害啊 这个怪兽老师把我打 打败了 哎呀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放弃 撤出 然后待会想想 哎呦我还是去打了 你回到这个游戏林的时候 你还是在第三关 你到不了第四关 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一关一关的往上打 这个就跟成胜的道理差不多 我们一定要做足了一个 这个成胜的功课 我们才能往 去过下一关的成胜的功课 那么在这个饶恕方面 就是我们要饶恕这个人 那有不同的饶恕 有饶恕 有些这种饶恕的程度和领域是不一样的 都要一关一关的去过 但如果我们每一次都选择了去顺踪肉体的私欲的话 我们就会绕着山走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最后浪费了在地上所有的时间 就是属灵生命到始终没有再成长 就像那一代人 以色列人一样死在了矿叶 半途而飞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旅程中 都有很多十字路口 每一个有圣灵安排的一个境遇 就是我们每一个圣灵安排的 需要我们去行使自由 一直选择肉体 还是选择神公义的命令的 都是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只有一直选择顺从神公义的命令 才能走到应许之地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信徒之间不同的选择 会将信徒和信徒分别开来 将麦子和拜子分别开来 将善人和恶人分别开来 将事顺神的和不事顺神的分别开来 将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和既有信心又有行为的分别开来 带领礼书十二章十节说 末世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静洁白且被熬炼 但恶人人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那么箴言九章十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需要敬畏耶和华 那诗篇二十五章十二节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当选择的道路 这个道路是通往哪里的呢 应许之地 所以总结下来 成圣的关键就在于什么 不能消极 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去通过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来选择顺从神的话语 选择顺从神的话语 圣灵才能继而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把这个顺从给做成了 以至于成圣 一方面 主预备着心腹 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念的这个经文 以福祖书役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但另一方面呢 心腹也要预备自己 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昏曲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不是所称的义啊 是所行的义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说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所以弟兄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得胜靠的不仅仅是羔羊的血 还有自己所见证到 也就是说 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每日每时每刻用自己的生命去正道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我想以朗读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八节来结束 今天的聚会 主所应付的上位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但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道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前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新一本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要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呢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智的就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安然见底 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应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假论 这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然预先知道 这事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 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知识上有斩敬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大家起 天父我们 感谢赞美你 虽然 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 但是你还是赐给了我们这样的方式 来敬拜你 来赞美你 来分享你的道 圣灵 请你与我的弟兄姊妹们同在 不管他现在在哪里 在灵力是没有距离的 请你在我所有的弟兄姊妹心中做工 如果有人已经感觉到被扎心了 请你能够继续在他心中做工 以至于悔改 主啊 让今天能有许许多的弟兄姊妹 能因为听到这个道 来悔改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将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民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请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